你好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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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黑衣的胡姓男子 情緒激動 氣到不停飆國罵 就連警方在一旁勸阻 火氣還是好大 警察在做你 是你不要這樣說 你不要這樣說 就怕衝突越演越烈 一旁家屬趕緊上前 將人駕駐 胡姓男子這才冷靜下來 不過整起事件起因 原來就和行車糾紛有關 我怕剛才撞到 我們就看要怎麼拍照 我都不可以 現在要給你掙扎 你不要再打開 監視器還原車禍過程 當時柯太太載著小孩 停等紅燈 沒想到下一秒 卻遭胡姓男子父親 騎車追撞 當下兩輛機車 四個人通通慘摔倒地 而騎在前面的柯先生 聽到妻子呼叫 趕緊折返回來 但看見趙士老先生 緩慢從地面爬起來後 他竟動手將人打倒在地 火爆的柯先生 其實在中和小有名氣 是知名北城烤鴨的邵東 烤爐裡一隻隻烤鴨 外皮烤得金黃泛油光 每隻烤鴨 加上獨門中藥材配方 特殊口味吸引不少排隊人潮 但沒想到邵東 會因為行車糾紛 動手傷人 這一巴掌呼下去 不只害得老翁住院送醫 甚至還有腦震盪後遺症 左手更不受控制的抽動 不只生活受影響 就連工作也沒了 對此烤鴨店少東 則強調 當時是對方說話 先大小聲才會出手 但即便是心疼蹊蹊 被追撞 動手再掀 就是不對 三十月最強的心疑